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实际操作的经验 将台湾气象科学领域 向上提升好几个档次 近两年的筹备工作告一段落 接着进入TemEx最关键一步 密集观测 也是最困难的一环 肩幅会整及分析资料 重责的气象局 更是如临大敌 这张是我们TemEx期间的地面天气图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国大陆中看到一个封面 那这封面随着时间慢慢地下来 慢慢地加强 当时我们在我们六楼 用了很多 就像白板 上面放了很多夹子 那就把这土夹到上面去 那就地面高空上夹了 整个房间满满的卫星影图都有 然后我们的一半研究完拿下来 拿下一张一张去分析 分析完以后 他就要把它做成一个 叫做概念模式图 把第一面高空全部画起来 集成一张图 集成一张图去印成头影片 然后就一半研究在那边讲解 我们那时候在做实验的时候 是很辛苦 卫星影图出来 我们要分析 都要用那个透明胶板去画 去把它画出来 去追踪它的移动方向 当然有一些动画 从电脑上可以看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PC 蛮辛苦的 就要用手去做 天气图就挂了满地 整个墙壁都是挂天气图 那每一张每一张去瞄它的位置 然后瞄下去看哪一层的 在哪个地方 因为它是垂直结构 为其两个月的实验 共完成13次密集观测 以及10次飞机飞行侦测任务 搜集到许多宝贵丰富的气象资料 而这些资料在往后几年 被无数中外学者引用 并延伸进行上百项研究 一个时间计划 其实它影响不是那样而已 随后有更多国内外的研究生 就以那个资料来做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 之后我再统计了一下 大概研究生拿这个 10-max资料来做论文的 硕士大概超过100回 那发表论文在国际医的期刊 也有专刊 发表论文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豐富 非常多 而科学成果方面 TIMEX计划让台湾气象界 更加了解煤与封面结构 以及中尺度对流系统 并且应用在豪宇预报技术的改善 更进一步带动气象局的现代化 对气象局来讲 其实它衍生出来是很重要的现代化 这个计划带了气象局的现代化 包含了很重要的它的WINS System 所以这几个层面 从气象局来讲 它的观测现代化 它的预报现代化 它人才赔与也要走到 因此整个计划就是让台湾的气象界 不管学士单位跟作业单位 跟国际接轨 因为这波 10-78这波我们气盘 其实在菲律宾的东方 也有一个可能是一个台风的状态 在这个附近 陈泰然培育本土人才的使命 并没有随着Timex结束而停止 为了让大气系学生学习理论 也能接近食物作业 陈泰然平均每个月一两次 会带学生到气象局上课 轮到报告的预报员 皮都得绷紧一点 因为陈老师提的问题 可一点都不简单 冷坪流 几度 角度 九度 角度喔 还是在冷坪流啊 我们要去理解一下 为什么冷坪流温度要上升啊 因为抛出来的议题 是我们预报员日常在工作时候没有想过的议题 大部分都是这种议题比较多 像今天在课堂上提修一些超低转风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在一般预报上也没有 比较没有去讨论这部分的问题 所以可能在陈老师上课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会有一些收获 这时候北部大概几度 现在是三到六度之间 三到六度吧 内差一下大概是五度 五度你们估算台北温度要降到底之后 因为陈老师都非常会追问问题 所以对很多人来讲 压力的挑战也是很大 所以他来不只是给学生教学生怎么样 而且还常常在考我们试 所以我们有一些离开学校很久的那些 被考试的时候也会觉得 又想不起来很懊恼这样子 应该你是底下冷空气还是暖净流 如果你看底下更沉一层 在冷空气温度还是在下降 但八百五十六下沉 所以还在冷空气温度要上升 所以冬天预报的时候这个要考虑进来 每一次听到陈老师要来气象局这边上课 其实预报员都很期待 你可以看到蛋黄区是坐的老师 可是蛋白区可能是学生 可是蛋壳区一大堆预报员在那边 期待听陈老师跟学生的对话 所以在预报食物上对气象局的帮助也很大 所以这个科是特别设计的 希望预报员能够参与 不要让预报员毕业以后就卡死在原来之事 我就最担心他们变成了工程师 我希望他们还是一个科学家 科学家就是不断地发掘问题解决问题 陈泰然与学生的关系 从来不是在学生离开校园后就画下据点 无论是在校成绩 出国情况 后续的发展 陈泰然都持续关心 研究室的书柜里 一叠叠的旧资料 他记忆力惊人 信手拈来 都能说出一大串故事 喜庸少现在在四大当教授的 陈初华在美国当教授的 正房在美国工作 中中大学校84 关怀86 中中大学校大气传送过程 随中心也有 他大三校大气传送过程 还不错85分 这年大学的时候很厉害 做韩朝报告 学几分之 92分 很高的 女生在这里 CSU 第一个 这些特别推荐 女生特别要推荐 CSU 所有学生的推荐信 大概都会在 我都全部自己写 全部自己写 都全部自己写 要帮他把他的优点 还有学校的长处 尽量去连结 大学的成绩 有错 可以看到 学生成绩也都还保留 老师 李瑞玲 来来来 什么时候来的 上个礼拜六 那我哪里去了 去东京大学开会 东京大学开会 来来来 目前仍在美国 喷社推进实验室 担任工程师的李瑞玲 是陈泰然口中 印象最深的学生 他只要有机会回国 一定会登门拜访 谈到恩师 除了感激 还是感激 你全班考第一名 你考九十四分 其他人都没有 考上九十分的 结果其中有一些 简答题 五分 我给你两分 你就是说 你应该要得更高 讲讲讲 哇 后来我没有 没有感觉说 你突然生气起来 脸红脖子吃话 你还把考件 捏捏捏 这样 丢到地上踩一踩 门 砰 跑出去了 记得这件事吗 有有记得 清楚 大概过了十分钟吧 我听到有人在敲门 我说请进 你要记得吗 你进来的时候 还流人类 很不好意思 你说 老师可不可以原谅我 我说 有点 如果我不原谅你 地上的考件 我就丢到垃圾桶 因为我在想说 这下子完蛋了 说不定老师会 骂得臭头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然后我就开始反省 对 对 老师是 最重要的一个关卡 所以 从老师开始 才有后续的贵人 大队学生 绝对尽心尽力 三根本人打电话 我说 你跟他讲 三根本人每次打 李瑞琳 对吗 他白天嘛 出问题 发什么事情 四点钟也打来 四点是我们这边四点 他在纽约 他有敢打来 那我跟我老公说 你也跟你学生阿公 差不多要在早上 他说 人家有事 不知道找你 没事 人家怎么会怕 陈泰然与张修恶 仅相差一岁的两人 高中时期就认识了 可说是一见钟情 我们真的很年轻就认识 但是他是 我头一个男朋友 我是他头一个女朋友 高中就认得了 太年轻所以不能讲 还被人家笑 我们都不敢讲 我们那么年轻认识 陈泰然大三时 两人结婚 毕业后 张修恶随着陈泰然出国 因缘际会开启餐馆 晶莹得有声有色 取得博士学位 陈泰然想回国任教 两人被迫分隔两地 基本上我们两个 分开是很痛苦的 因为我们很相爱 这样分开 一个礼拜就很痛苦了 比较多几个月 分开是很痛苦 我就送他去上 我们还蛮远的 到处长 很高兴啦 机长 机长 好了 等一下我一个人要回家 整路都看不在外面 那个时候都没有 行方电话 我知道我们两个人 都非常痛苦 他离开我 他一定也是 在会剧场流眼泪 那我是开车流眼泪 根本出外面都看不到 那我不能讲 我如果讲说我开车回来 我整路在哭 他叫我明天就回来 他不要钱的人 他也对自己很有信心 他觉得台大 他会住得很舒服 他会做得很高兴 如果我跟他讲 你跑掉我很痛苦 他叫我马上回来 我真的是很痛苦 我不敢讲 但是我知道他也很痛苦 不过他难的 他也不敢讲 直到三年后 张修二结束美国餐馆返台 夫妻终于又团聚 两人从相识结婚到现在 五十多个年头过去 感情依旧如胶似漆 平常闲来没事 会翻翻相本笑谈往事 陈泰然记忆力惊人 张修二也乐于节省脑容量 我1969年去了美国 那1969念完 念硕士 69707念完 72年我进了博士班 所以这时候已经是博士生了 那时候他在餐馆工作 那餐馆工作发现说 这个餐馆其实很好赚钱 所以他工作一年 就出来自己开了 那我们周末的时候就会到附近 去走走啊 那就是在花旗门拍 因为当时这个花很漂亮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应该照下来 后来发现这张 非常值得有怀念的 我真的最不会记时空日期 那是我最笨的 可是有老师帮忙做 全部他记 一定都有故事才会有日期 两个人总是有聊不完的话 有时还会像年轻人一样 聊到天亮 特别是在周末的晚上 第二天如果不上班的话 可能我们会 无意中也不知道聊什么 就聊一聊 聊进去以后就衍生出来 衍生了就一直聊 过去的事情一再的讲 最近的事情串联这样 我们可以一直聊一聊 聊呢 你等我一下上个洗手间 你不要睡着 等一下我说 你不要睡着 这样可以聊到天亮 我们两个默契是不讲也知道 即使他想错我都知道 他还没有开口 我说你一定想错 你怎么才对 你怎么知道 我说你在想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们最只要可以骄傲的是 从认识到现在 我们始终没变 他也始终很疼老婆 我是很幸福的人 真的 50周年结婚 我们很happy life 一直年轻到现在都很快乐